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語道破》 今天一定要講講其實是一個熱門話題 不過沒有人注意 先說現在西方面對中國崛起 我們早就說西方是怕得要死 尤其是美國無所不用其極 明爭暗鬥 兩個大國在角力 其實大國的角力非至今日似 只不過特朗普浮上水面 浮上白熱化 包括全面拉開戰線 貿易戰 貿易戰 金融戰 口水戰 間諜戰 還有少許冷戰 不知道會否有熱戰 真的不知道 中國和美國暗地角力 其實有些地方大家的接觸或間接 是不以為然的 人們不會太過留意的 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 還有一部IMF IMF也有一個消息指 總幹事Krystalina Giogeva 亦是格奧爾基耶娃 這位女士是前世銀的CEO 他被指2018年在世銀期間 就一份營商環境報告 壓迫屬校或員工 將中國的排名提升 這位總裁當然是否認指控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操縱過 或更改過數據、方式或結果 外界傳來要他辭職的壓力 當然他是歐洲人 包括法國、歐洲國家 甚至有些拉丁美洲國家 以及非洲成員都會支持他 包括Gordon Brown 前英國首相白高敦都支持他 我們要講講 世界上有三大金融機構 或三大金融組織 他們的分工是甚麼 第一是世銀是World Bank World Bank是由美國主導的 第二是IMF 即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通常是由歐洲人出任總裁 第三是亞銀 亞銀是由亞洲國家去掌握 西銀和表面上 西銀是由美國去委任或美國人出任 但IMF是由歐洲人出任 但大家可能有一件事 大家沒有留意的 就是這件事 其實在十多年前的NOW都說過 就是 美國在IMF有17%的投票權 重大的事情 要有85%才可以通過 你拿著17% 即是他去掌握 還有 亞銀多數是由亞洲人出任 但應該由日本去掌握 如果是這樣 你把這些東西串在一起 即是三位一體 所以有些東西大家看清楚 為何美國的勢力 實力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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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這個位置 IMF總幹事這個位置 其實我有些 我形容它是三殺位 還有 IMF最近有些事情說 是沒有甚麼人報道 那報道甚麼呢 有甚麼影響呢 待會兒說 剛才說了為何我認為IMF總幹事或總裁 是這三剎的位置 我講兩個例子給大家看 第一是早年前 即2011年時 IMF總幹事Dominic Strauss-Kahn 當時應該譯作科欣 他在紐約酒店裡涉嫌非禮 甚至無企圖強姦一個女士應 被迫下台 另一個在他之前的總幹事 叫做Rodrigo Ratto 大家可以譯作勒圖 因為挪用公款被捕去坐檢 一個涉嫌女人 一個是涉嫌錢 這是一個女人 格魯爾基耶娃 她又沒有涉嫌錢 她涉嫌甚麼呢 可能是因為她偏幫中國 中國在IMF中有6%投票權 如果有人擔心投票權越來越大 就會影響到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決策 這方面必須要留意 畢竟細銀也好 IMF也好 遲些他們就開聯會了 他們在金融市場裡的影響力很大 我們剛才提到法國和其他人會支持Kristalina 問題是究竟這指控會否成功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堂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假 參加我的Webinar 少許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